大家好,我是香水人生的豬豬 俗話說的好,媽媽有很多種 溫柔型的媽媽 早上起床,媽媽已經幫你準備好早餐 如果天氣冷呢,媽媽也泡你早兩 已經幫你準備好了外套 個性型的辣媽,跟你吵架的時候 直接就是跟你對幹 而且一針見血,沒再跟你客氣的 有些人會說,我家的媽媽呢 她個性難以琢磨,一下子溫柔 下一秒她有可能變成小辣椒 今天呢,我們要來跟你介紹 母親節要送什麼禮物給你們媽媽 送衣服呢,又有尺寸的問題 送經營手勢,又有她喜不喜歡的問題 所以豬豬我,絕對介紹你 一定要送香水給你媽媽 一起用香水來表示對媽媽的愛意吧 大家好,我是香水人生的豬豬 大家知道為什麼五月的第二個禮拜是母親節呢? 其實母親節跟父親節最大的不同 今年的父親節有一個人在禮拜六 明年的父親節有一個人在禮拜天 可是母親節都是固定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天 因為就是規定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天 就是母親節 好了,今天呢,我們要來跟你介紹 母親節要送什麼禮物給你們媽媽 送衣服呢,又有尺寸的問題 送經營手勢,又有她喜不喜歡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送香水給你媽媽 就由豬豬我為各位介紹 2019年最適合送媽媽的母親節香水 一起用香水來表示對媽媽的愛意吧 俗話說得好,媽媽有很多種 爸爸有很多個 第一種,我們來介紹溫柔型的媽媽 適合用哪一種香水 早上起床,媽媽已經幫你準備好早餐 如果天氣冷呢,媽媽也泡你早涼 已經幫你準備好了外套 這一種呢,就是我們溫柔型的媽媽 那這一種媽媽呢,我們要送哪一種香水呢? 才能凸顯它的氣質 沒錯,就是這一隻大衛都夫的海洋玫瑰 這一隻呢,它的核心味道呢,是小花茉莉 根據統計呢,它是女性接受度最高的一個核心味道 年齡呢,未接於23歲到57歲 堪稱呢,是一款可以從女孩用到女人 再變成老女人的一款氣質款香水 如果你媽媽是這種溫柔型的媽媽 那我推薦這一款大衛都夫的海洋玫瑰 送給你媽媽,可以凸顯它的溫柔又鹹熟 第二種媽媽呢,是個性型的辣媽 這種媽媽呢,跟你吵架的時候 直接就是跟你對幹,而且一針見血 沒再跟你客氣的 麻將,媽媽呢,是賭厚 談其酒呢,它又可以變成女中的豪傑 去酒吧,還可以遇見媽媽 這種媽媽呢,心態上年輕前衛 我會推薦這一隻GLOVE 大部分的媽媽呢,都會喜歡這一種 花香中帶一點點的皂香 然呢,這一款香水呢 更創下北美暢銷一千萬品的夾雞 這一瓶香水也是我們香水人生 俗稱的乾爹香 朱朱呢,推薦這一款香水給個性型的辣媽 它可以凸顯心態上的年輕還有前衛 最後呢,有些人會說 我家的媽媽呢,她個性難以琢磨 一下子溫柔,下一秒她有可能變成小辣椒 那你可以選擇這一款 因為我們稱它為不挑媽媽款 就是呢,我們今年香水人生 特地設計的母親節禮盒 好,這一款香水禮盒呢 可以先去看一下你媽媽現在都用哪一款香水 就買你媽媽現在用那一款的香水 我們會幫你放進去這個禮盒裡面 並且呢,你可以寫下 然後送給你媽媽的一段話 我們會幫你包裝好 然後呢,寄給你的媽媽 以上就是我們香水人生 為母親節做的一個特輯 那竹竹也要祝天下所有偉大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如果有任何香水的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說 也不要忘記 右手邊按訂閱 追蹤我們香水人生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